其实我觉得心理科和疼痛科两个学科关系特别密切 就是你要想把一个患者的真正的症状解决 其实一定要是一个多学科的合作 那么今天也是一个命题作文了 多学科协作来怎么解决慢性的疼痛 那么我们在这之前首先看看什么是疼痛 疼痛其实早在1979年和1986年就分别给出了定义 就认为疼痛是组织损伤或潜在的组织损伤 所引起的不愉快的感觉和情感体验 它是一种情感的体验 它含有浓郁的这种感情的色彩在里面 所以说是很多时候我们对病人的评估 就是说病人说有多痛 那就是有多痛 因为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个疼痛也是需要整个的这种患者和医生都来认真对待的 因为它已经是第五大生命体征 而且慢性疼痛是一种疾病 你像这个表格就是调查了90年到2015年 这25年间的中国疾病谱的一个改变 我们可以看出来 其实在中国疼痛就在第三位了 那么这个抑郁呢 抑郁在第几位 抑郁其实就在第八位了 但你再看看在日本 日本它的这个疼痛在第二位 但它的抑郁在前十名都没有 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这个国家 它有鲜明的这种民族的色彩 其实它这种焦虑欲的发生率特别高 那么我就在想 这中间是不是因为很多患者 它的这种焦虑和抑郁都躯体化了 都变成了颈椎病 腰腿痛了 那我不知道 那以后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课题 那么其实慢痛的发病率非常高了 无论是骨骼肌肉痛 还是神经病理痛 还是癌心痛和一些维数期的疼痛 其实它都是在我们的周围 很多时候如果你对专项的一个手术 做一个调查 你会发生 它这种中到重度的疼痛 就是在简单的老年的 肾气手术后 发生率都会高达60%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实 就是慢痛的发病率高 但是受到 重视的程度并不高 而且呢 慢痛对整个患者的影响 它是一个多维度的 那么它首先呢 可以使患者的整个生活质量下降 那么最重要的表现 就是疼痛的增加 活动的一些受限 包括一些睡眠的障碍 那患者因为疼痛 经常夜间会痛醒 那整个完整的睡眠是完成不了的 而且呢 都会导致它的社交能力的下降 最重要的一点还有就是 它使患者的整个医疗的支出 都是增加的 而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它能够使患者导致非常多的心理方面的问题 那么可能会导致一些比较严重的身心的障碍 那么其实疼痛科在近年来也是得到了疼痛科以外 你像骨科 神经内科 神经外科 心理科 康复科 包括麻醉科的各个学科的这种事 其实每年都有不同的学科 针对自己的诊疗特色来发布了非常多的一些专家共识和一些指南 那就即使如此 其实慢性疼痛对很多学科来说 不仅仅是疼痛科来说 还有非常多的难以解决的一些方面 为什么呢 因为疼痛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就像第一一开始说的 它有非常浓厚的感情的色彩在里面 即使我们通过生理学近一百多年的探索 都认为是有害的刺激导致了组织损伤 使外周的感受器兴奋 通过我们的脊髓背脚 通过常识症增强的现象 最后导致我们的大脑的认知情感的障碍和整个感知 进一个统一以后告诉我们躯体这里是疼那里是疼 然后呢通过一个下行意志来做一个调节 但即使如此疼痛学的解决 依然是没有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解决方法 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 最重要的就是我没有一个生物标志物 你评价患者焦虑和抑郁 你可以给他做一些量表 你看他有没有性格你去抽口血 但疼痛呢 患者告诉你十分的疼痛 但你可能做出来以后 你发现他其实没有这么痛 那就是我们该怎么去辩解呢 其实这一直是一个临床难题 还有就是当患者感受到疼痛的时候 他真的是感受到痛苦了吗 我觉得有一个话就说得特别好 叫甜蜜的暴击 我们知道你受到打击以后 你肯定会痛苦 但你说到你喜欢的女孩打了你几拳 你心里可能觉得甜滋滋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疼痛和这个就是痛苦 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好 就是疼痛是无可避免的 但是我们可以去选择不去忍受 我觉得这点非常好 这点也就是我们在治疗疼痛的时候 观念都会发生非常大的一些的改变 因此我们国际疼痛学会在2016年也都做了一些疼痛定义的一些更新 当然了这种更新其实本身也是含了非常多的一个争议 新的定义是一种与组织损伤或潜在的组织损伤相相关的感觉 情感 认知和社会维度的痛苦的体验 因为以前只是不愉快的情感体验 但实际上这个呢就忽略了整个疼痛 过我们所带来的复兴的影响 说那它就是增加了认知和社会特性 他认为呢这应该是一种痛苦的体验 而且最重要一点呢 还有就是很多患者 他是没有一种语言的报告能力的 那么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其实他可能在他的认知和情感经历中 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痛苦 但他这种面部的表情和距离的逃避状态 其实就告诉我们医生 你应该去关注他 去了解他 还有很多失智的或者老年痴呆的这些人 其实他经历的痛苦可能都是你不知道的 我听过一个例子觉得特别印象深刻 就是他陪他爸爸坐飞机去美国 他把一个飞机上面都是很痛苦 一直坐过不管 问他为什么他就不说 到了飞机场就去洗手间 因为他不知道在飞机场还可以去洗手间 我觉得这种痛苦 其实就是告诉我真的去了解患者 除了能够报告和躯体以外 更多的我们要从情感和心理的层次 来对患者进行一个深刻的了解 那么疼痛是对我们整体的情感障碍 影响如此严重 而且它是一种心境和焦虑障碍的强高危因素 是一种非常非常强的高危因素 这是来自贺兰的一个调查 他是调查了5000个患者 而且他剔除了这种 就是人口年龄和一些流行病学的一些混杂因素 他得出来了 其实与没有疼痛的患者来说 存在的疼 较重的疼痛患者 他以后罹患这种心理障碍 心境障碍和焦虑的这种障碍的风险 他是翻翻的 那说明什么 说明什么 你如果疼了 那你以后可能就比别人更容易焦虑和抑郁了 那其实事实如此 但如果你在反过来看呢 在这个疼痛和焦虑忌育中间 有什么双向的一个关联呢 你可以看出来 很多时候忌郁症 它有一个共病的一个躯体的疾病 而在这个共病的躯体的疾病 据住这不是躯体化的症状 而是一个共病的状态 我们都知道 躯体和病症状 对重度的这种忌郁症状来说 它有几点非常大的因素 第一点就是患者的依从性差 你做很多治疗 你会发现 你即使做了再多的心理的评估 做了一些谈话 做了一些量表 做了无论你是单通道双通道 或其他的一些药物质量 你会发现患者没有什么异从性 或者它异从性很差 导致治疗效果很差 第二点就是一个躯体症状或者疼痛 然后这点其实非常重要 其实如果患者 他有一种躯体本身的这种共病的疼痛 那么这时候就可能会导致 这种难治性的重症的抑郁障碍 他的临床治疗效果不好 那么第三个还有就是 未被诊断出来的躯体疾病 你用一些假装性的疾病 它可能会对我们的用药 都会产生一些影响 那么这是常见的 抑郁症共病躯体状态的管理 其实我们都知道 有时候共病的抑郁比例较高的 这种躯体疾病 比如我们说的阿兹海默 癌症或者其他的一些疾病 那么在这中间呢 其实慢性疼痛呢 它就是名列第六位的 就说明什么 说明其实我们在对患者 进行一些心理的障碍的识别的时候 我们要一定注意一个 共病状态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而且这种管理呢 其实它已经有从生理学 和神经解剖学上面 是得出了很多结论 你比如最重要的 就是一些炎症因子 或者是一些肿瘤 坏死因子 它和这种疼痛密切相关 那么这次呢 其实我们疼痛学 也有很多专家 都做了一些研究 像这种研究 我觉得这个就比较有意思 哎呦 我看这个研究到哪里去了 大家在后面 那么这种抑郁症 共病躯体的这种管理呢 其实呢 就是说明疼痛的存在 它是严重地影响了 抑郁症的诊断和治疗 而且这种诊断和治疗呢 就是说你除了诊断 它会对你进行一些干扰以外 关键是它使你的 治疗的效果很差 那么很多时候 我们在什么时机 要对进行这种 共病的疼痛状态 做个分耳致之 那么这时候 其实对不同学科的医生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一个挑战 其实我们也是咨询了 非常多的一些心理科的 包括经贵的中心 包括我们最近的陆主 我们都问了 这种患者 他有这种心理的问题 我们如果解决了 那他这种本身的 具体的问题 什么时候合适的时候 时机你应该介入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治疗 多长时间 或者临床评分 多少分以后 来进行治疗 那么到现在 其实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本身 抑郁和疼痛 它就有着相同的 生物学的途径 而且呢 它是共用了非常多的一些 神经地质 然后导致我们一个 中枢系统的一个敏化 那么因此呢 很多时候 我们应该是一个同时治疗 那么在这个同时治疗中间 其实就很难说清楚 你应该在什么时候 你单独地去治疗 一种的疾病 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症状 就可以看出来 常见的 很难不明原因的 躯体化的疼痛 叫UVPS 它主要是包括 紧张性的头痛 纤维肌痛 和肠意激热的综合症 而且呢 它是发病率 是非常高的 像最高的 可以达到77%以上 而且呢 这种呢 就是不明原因的疼痛 它本身有一定的特点 那么它这种特点呢 其实就是 它有自己独特的 这种生物学的机制 它可能和我们 通常认为的 这种焦虑 抑郁 或者是疼痛呢 它不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可能和我们 这个体内的脑功能 网络的异常 五千四岸的降低 或者是 趋下肾的通路异常 以及一些细胞因子的改变 都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很多时候呢 这也都有 非常多的研究 对着进行了一些探讨 它认为有一些高位因素 你比如女性啊 教育比较低 失业 年龄较大 就可能会导致 这些共病状态的一个存在 那么这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表格 一般来说 它这种就是UVPS 它是 一般来说 常规的呢 是在什么部位 而且呢 它的临床特点呢 有什么 你比如BMI 就是说比较高啊 或共病的 区体疾病比较多 或者女性啊 或者是年龄偏大 等一等 那么这种呢 就是做了一个 这种流行病学的分析以后 就是说我们就可以 得出一个结论 当我们在针对 这种共病状态的时候 应该是保持一个 什么样的态度 其实呢 首先就是第一 要明确诊断 第二呢 要分而置之 因为这点呢 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当你在治疗一方面 你只希望用一些药物 来改善它这种 去体化的疼痛 或者你所诊断的 这种去体化的疼痛 其实这时候 对患者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不理性的 一种治疗策略 因为这时候 它的这种疼痛 可能是一个独立存在的 一种慢性疾病 它有自己和交流和抑郁 相类似的这种 就是发病机制 但是它还有自己 独特的生理和病理学的改变 那么如果你单纯的 做交流和抑郁的治疗 那么很有可能 临床治疗效果就不好 而且呢 会导致整个治疗的结果 就比较差 那么这个疼痛呢 它如果和其他的性血管 呼吸内分泌的疾病来相比 你会发现 它呢 是一个独立的预测因素 它的这种高风险性 和其他呢 它是没有相关的 我是说这种 交流抑郁的这种治疗效果 它跟心血管其他的不相关 而疼痛呢 就可以做一个 独立的一个预测因素 那么它和其他的几个疾病 对这整个的交流和抑郁的影响 是没有一个直接关系呢 因此呢 我们可以这样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抑郁和疼痛 它都是互为发病的 一个独立的预测因素 就是说如果你单看疼痛来说 你可以发现 你随风两年后 你会发现 疼痛它可以作为焦虑 一发或者反复发作的 一个云测因素 而且呢 它有非常密切的相关性 那么反之 那么焦虑和抑郁 也是疼痛 多发和反复发作的 一个独立因素 因此呢 这两点确实 这两个疾病呢 它是有着非常密切的 一个临床的关系 那么它的生物学机制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除了和这种细胞因子啊 脑网络 其实它和这种就是 中脑倒水管周围的灰质 或者和这个眼水头侧 腹内侧核 这些整个脑区的头地 都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现代科学呢 也都是证明了非常多的 这样之间的关联 如果我们从这种 就是疼痛的解剖学上来看 可以看出来 我们疼痛最 慢性疼痛发作最多的 就是一个神经病理痛 它从损伤 和自己的本身的基因学特点 所以它的类型 最后一直到外周 和中枢的敏化 都可以看出来 它最终呢 是涉及到我们 整个大脑中枢的一个改变 而在这个过程中呢 脚椎背脚 它是最初步的 来对这个通信号 进行一个感知 此外呢 它就是到了这个秋脑 秋脑呢 它是第二个 这个疼痛的 这个信息处理平台 它是讲认知和情绪 信号 它做一个有机的结合 我们可以看出来 其实在我们的整个脑区 我们执行情绪 执行决策 执行认知的脑区 其实都对疼痛呢 它有一个感知的作用 那么这么复杂的一个过程 你可以发现 躯体化的症状和抑郁的状态 它是共享了神经的回路 和一些神经的递质的 你比如可以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因为脑区其实太复杂 而且呢 你来自不同的研究 它最后都得出不同的结论 就举一个这个 前额叶的皮质 前额叶的皮质 它其实就是心境低落 它是注意力不集中 其实呢 前额叶的这种 它不仅仅是这种 就是心境低落 注意力不集中 计算能力和决策能力下降 它还对你的 整个的疼痛的感知 也有一定的作用 因为我们疼痛呢 它是两条上行通楼 和一条下行通楼 其实它都是跟我们的 神经地质 五千次然和去下 身上线素的水平 在脊髓背脚的水平 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有很多疼 很多人 它吃了一些多罗西丁 或者什么 它第二天也告诉你 我本来疼的 我腿疼啊 肩膀疼 我现在都不疼了 其实我觉得 它不仅仅单纯的 就是改善我们的 整个大脑中枢的 这种作用 其实它本身对慢痛 或者神经病理痛 就是有个病理性的 一个改变的作用 那么说说呢 我们这个同同学 这是我们心怀院的 兼职的PI 做的一个研究 是去年发表的 它就是对脊髓背脚的 这种肿瘤坏死因子 做了一个这个就是实验 它会发现 做了这种 补充了美剂以后的 这种大术 它肿瘤坏死因子 水平下降以后 那么它被抑制以后 它在脊髓背脚上面的 神经病院的 肿瘤坏死因子 是上调的 它本来的这种 强暴游泳试验 这种中共化疗以后的 老鼠 它游几圈 它又不游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模拟了 这种慢痛 和这种焦虑抑郁状态 做了这个补充以后 它发现 它就不停地游 不停地游 不停地游 就说明什么 说明其实这种 肿瘤坏死因子 在这整个的神经地质中 也是起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是我们新华院 做的一些研究 我们就是刚才所说的 前额叶皮质 还有它的顶气叶 它这正常人 都能够被这个 赌博试验所激活 我们给它做一些 爱荷华赌博试验 认知功能 它能从我们这个 实验中心 赢100块 赢200块 但是这种慢痛的病人 你像这种就是 膝骨关节炎的 带炮的病人 他就根本就 赢不了一分钱 他说我做一次 我就不做了 为什么 他说我老输给你钱 马医生 你赢了我的钱 还要拿这个机器 在我头上扫来扫去 但实际上 你这样做出来的区别 就很有意义 这个文章呢 今年也都发表了 其实做了三四年 那么今年明年 后年可能都会有 文章的发表 就说明我们的大脑中枢 在这整个的认知 和情感的举行 情感的决策 和这种就认知功能中 都起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而且这时候慢痛呢 就会导致我们的情感 感知 决策的系统 发生一定的改变 那么这种 躯体同动的缓解 和抑郁重量的缓解 其实它是存在着 一个双向的作用的 就像刚才我说嘛 你如果做一个 完整的对裂的分析 你会发现 疼痛的缓解 或者加重 它和抑郁的缓解 和加重 它都是各自独立的 预测因素 你如果是一好则好 就一荣则荣 一损则损 其实就这样一个 相互的观念 所以我觉得 通过这几个研究 我们就可以看出了 疼痛好像和抑郁 它这个关系 特别特别的密切嘛 那他们是不是就是 天生的一种共病 或者就是 索性他们就是 同一种疾病吗 那么其实我们来看看 这个例子就比较特别有意思 我们都知道 我们这个吸骨关节炎的 发明率特别高 真的老了 你的吸关节肯定会痛 你总有一天 你是不能打篮球了 你上楼梯 下楼梯都会痛 那么这个就是 美国的风湿病协会 他们就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一个结论 他们就是做了13周的 30到60毫克的 多罗西丁的治疗 而且他认为这个治疗 吸骨关节炎 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甚至他都把他们 这个治疗 写入了这个 类风湿治疗 美国类风湿协会 治疗骨关节炎的 一线的药物 为什么是会这样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一般来说 骨关节炎 它都是一种 炎性的疼痛了 就是老化蜕变 关节软骨 关节的骨化 以及关节脑的发炎 导致的疼痛 但实际上呢 就是有很多认为 它并不是一种 单纯的这种 炎性的疼痛 伤害性的疼痛 它其实呢 是因为导致了 一个周围整体炎症 甚至会导致 我们脑功能 认知的障碍下降 或者导致我们 心血管的 脂肢的这种障碍 导致了心血管的 这种冠心病 其实呢 它是一种 神经病理痛 它更多呢 是一种身心的障碍 它首先呢 是一种神经病理痛 的蜕变 所以说呢 它对这种 杜洛西丁 它才有效果 其实我们国际 疼痛学会的指南 对这种药物的治疗 你会发现 我们疼痛科 所有的治疗 带状炮疹也好 手术疼痛也好 或者其他顽固的 之后 解胆过的疼痛 它一线的药物 除了我们说的 不是巴黎胶药 变化力的抗疫医药 我们这种杜洛西丁 维拉法新 单通道的 还有双通道的 一些药物 在很多的指南中间 都是神经病理痛的 一线用药 说明什么 说明其实对这种 慢性的疼痛 和一些焦虑欲装态 它两种疾病 其实是各自独立的疾病 但是它部分呢 共用了相类似的 发病的神经病理学的基础 而且呢 他们对同样的一些药物 尤其是对这种 单通道和双通道的药物 它都有着非常好的 临床治疗效果 所以说呢 其实在我们综合性的医院 我们对病人的这种 辨别和认知 其实并不是最详细的 那么其实我们给患者 可能会给他用一些 杜洛西丁30和60毫克 但如果效果不好 或者我们给他 做了一些评估以后 觉得他这种 评分的改变还不够好 那么这时候 我们其实更多的 我们会推荐到 专科的心理科 或者是我们到 洛主任这边来进行治疗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 才能给患者 做一个更完整的 一个临床治疗 因为这两种疾病 虽然很类似 但绝对不代表 你治疗好了疼痛 你就治疗好了 焦虑和抑郁 更不能代表 你把焦虑和抑郁治好了 他的疼痛问题就解决了 其实我觉得 我们在认识 去体化障碍 或去体化疼痛的时候 是我们一定不要 不要忽略了 他的这种生理 和病理的疼痛 因为这种疼痛 一定是需要 你去单独治疗的 而不是说 我只要用一种药物 来进行这种疼痛的控制 其实我觉得 疼痛科和心理科的 合作非常多 你像我们疼痛科 做一些腔内药物的输注 尤其对晚期的肿瘤患者 对这种有心理 这种就是严重的抑郁焦虑 甚至有这种 自杀倾向的患者 效果特别好 对这种神经的疼痛 我们就把这些 导致疼痛的神经 给它烧坏了 它就不疼了 这其实我觉得 有时候可能 和我们配合这种 单独到双等导的药物 那其实能起得 更好的临床治疗效果 像这种带胀炮疼 疼痛科 就会做一些脉中射频 做一些神经调节 那么这时候 其实它很多的 三环类的药物 它根本就不要再吃了 或者只要少量的 一些维持 那么同样的 其实还有一些 交感神经的调节 都能够对这种慢痛 做一些比较好的 一个治疗 所以我觉得 对综合医院来说 疼痛的治疗 一定是一个 不同学科 一起给患者 做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 那么疼痛 可以干预的环节 其实非常多 你像从我们受损伤 一直到我们的大脑皮层 它是一个从上往下 然后再从下往上的 一个符合的过程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抗焦虑和抑郁 以及对心理和认知的 一个治疗 一定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环节 只有这样呢 做一个闭合的治疗 才能真正的 给患者缓解疼痛 更好的来改善 他的心理和焦虑的程度 好 感谢各位